你也可以畫 畫豬豬 畫骨 像這樣子 然後 去找好了 然後這邊要轉緊喔 這個地方要轉緊 這樣 這轉成一圓是幹嘛 是發酵還是 基本上我們是要把它加壓 因為我們一般在製作過程 我們發酵炒成茶葉之後 炒熟之後 我們隔一天再發酵完之後 我們需要做揉茶的部分 就是把它從葉茶變成立茶 變成一粒一粒 就是我們剛剛在泡茶 我們看到的一粒一粒 對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 來去把它做成一粒一粒 就是加壓 然後我們會用一個大滾桶解塊 加壓解塊乾燥 加壓解塊乾燥 我們要重複這個動作 重複完之後 它會慢慢的 因為它水分在脫水的狀態之下 它會慢慢的就是變成一粒 OK 好 謝謝 好 你要這樣子把它弄起來 你要自己捲捲看嗎 要不要 好 自己捲捲看 你要這邊抓著 上面抓著 然後捲下面 對 捲捲 捲捲 可以了 可以了 你拿著動嗎 通常是媽媽的 大顆的 慢慢的 去捲捲 捲捲捲 你要專心一點 再關注看一下 對 捲 用力捲 有捲嗎 我覺得很緊了嗎 很緊了喔 嗯 左眉右很緊 1 2 3 很重耶 1 2 3 1 2 3 1 2 3 很重耶 你想像中的重 都會很輕耶 不可以摸摸 不可以摸摸 就像這樣 就捲 就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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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謝謝 妹妹很厲害 妹妹捲得很緊 那你怎麼把它弄成 解 對啊 就像這樣 那你怎麼把它弄成一碗 用棍子 我沒看你打結好厲害耶 就是 剛才弄的時候就是 因為那是傳統手法 對那是傳統手法 我覺得蠻厲害的 我們現在都是用機器在弄喔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如果用一根棍子的話 是處理比較 傳統的手法 對啊對啊 我們就把這顆 茶酒給妹妹做簽名的部分 好 可以帶回家好嗎 好 你可以在上面畫畫 畫米豆子 快點 你要畫米豆子嗎 我們用粉紅色畫米豆子好不好 你要畫嗎 給你自己畫 不要害羞 好 畫一個 畫這邊也可以 對 謝謝你耶 不會不會